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又来到我们维城有声书系列哦 那我们今天与神同行 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那个刘伯温的金灵塔碑 这样的一言也是用了刘伯温的这样的名号 这也是很特别的 跟那个所谓的那个陕西太白山 刘伯温旧节别文一样 事实上这边也是讲了一些劫难 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话 并没有全部的从头到尾 每个字跟各位介绍 而是我们把一些重点点给大家 然后大家来看看 这样的来为各位来解这个一言的一个关键点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来多多指教哦 那这个南京的这样的一个金灵塔碑 它这个是也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被挖出来的 当然这个塔被在明朝的时候 这个这个金灵塔呢 这个就是在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被建起来 那几经的一些战乱的时候呢 也在其实在那个太平天国的时候也被毁掉了 但是后来中国大陆呢 也在这个2007年开始动工 重新再盖了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这个金灵塔 这个也叫这个是大报恩寺 那是最早期在明朝的时候呢 大概是600年前呢 这个被明太宗为纪念其母亲孝慈高皇后 马仕而新建的 事实上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群 也是按照皇宫的标准来营建 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太平天国的时候 事实上被毁掉了 因为一个所谓的天津之变 被炸毁掉了 那当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在这个遗址里面也被挖出来了 这样的刘伯恩的金灵塔碑呢 那就是非常有意思了 大概在最近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这个刘伯恩的相关的一言百年 我们就称为百年一言十碑 从我们第一个为各位作者明信片的资料里面 也是相近在一百年里面相继而出的这个刘伯恩的一言 也都是相当的准确 而且有相当的这种代表性 当然在前次跟各位介绍的这个陕西太白山的这个刘伯 因为就是讲到这个结难来瘟疫大瘟疫来的时候 在这个所有的诸鼠年来的时候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在这个金灵塔碑里面 这边有讲到这个也是一样 一气杀人千千万 大洋残暴过豺狼 这个也是讲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劫难 那我们用比较化龙俭丁的方式来跟各位 来介绍一下这个金灵塔碑的一个重点 从开始金灵塔金灵塔刘姬剑戒时拆 拆了金灵塔金明自己杀 这个就是在民国初年这边 这个是蒋介子先生 这个挖到了这个金灵塔碑 当然就是讲到这个刘伯恩 刘伯恩刻了这样的一个碑文 留在那边让这个蒋介石先生打开来 那这个里面不会是说 讲这个说蒋介石先生多好多好多好 没有 他只是讲到一个整个大概将近百年的 百年的这个一言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这个潜水离遗总有难 百载繁华以梦霄 其实大致这个金灵塔碑讲了百年 一百年里面的大事 那我们来大致再看一下 因为也是因为目前武汉的会员 这样的这个四季大瘟疫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刚好回过头来再把这个碑文找出来 来跟各位讲讲几种的奥秘 这边其实各位从这个所谓的刘基建介石拆 这个就知道说这个是在这个民国初年 这个是战乱时期 拆了金灵塔金敏自己杀 这个就是一个战乱的时期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红头旗 大头星 这个家家夫妇调舞伶丁 这个其实就知道是共产党出现了 无神人出现的时候以杀戮为主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红旗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事其实也是很凄惨的 其实整个共产党就是人类的劫难 真的人类劫难 这个事实上以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 读到这个真正的历史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这个共产党出来的时候杀人无数 这是以杀戮为主的一个政党 所以其实是非常邪恶 因为背后有一些邪灵在控制 所以一般人不知道 以为无神论就是好像假借科学的名义 在操控了他的统治的这种邪恶的系统 那这个当然他在这个为什么他能够占领中国大陆呢 包含为什么日本会对中国 对中国会所谓的中日这种战争 二次大战的时候 发生了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有另外空间 神在安排着 让日本的来帮忙共产党夺取挣钱 所以当时毛泽东都是很感谢 感谢怎样 感谢日本的 然后就用中文来这边 实际上他们都是这样 对日本都是比较这样 比较不一样的态度 因为整个共产党起来之所以都壮大起来 就是对立抗战了 整个中国人在对立抗战八年里面 让共产党整个壮大自己起来 那这个后面慢慢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这个所谓的二八人福众望 既然阳增胜刀枪 小星光辟星光 二十将二人走比方 这个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个小星光辟星光 这个这对事也是知道 这个共产党这个整个起来 那事实上后面 后面这边其实也有看到 四水庆木日山湖城豪墙 这个大家把它拼置组起来 这个是跟这个所谓的泽东 毛泽东的关系 跟林彪的关系 当然这也都讲到民国 这个一路过来的一些 息息多多的劫难 所以说林山昭浩劫 烈火倒胡桃 节节节先还 先还讨不脱 当然这个就是一路过来 这个真的是中华民主的最大的截然 就是因为出现这个共产党 然后这个靠后面看 248379获言众已久 明山明石明山七锦绣和山换一色 这个就是整个大陆失守 这个蒋介石先生的中华民国 这个正统的中华民主的正统 那这个移到台湾来 这个红来仙岛 所以中华的血脉 就移到这个台湾宝岛来 就是讲到这个民国37年 1948年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挣钱的整个 中国大陆的挣钱的整个 沦陷 然后整个转移到台湾来 然后这边有讲到 红花开尽百花开 红花开尽百花开 纸巾山上美人来 这里当然有影射红花 这是共产党开尽百花开 这是展现了另一种花的意思 其实红花开尽百花开 可以讲说一个白色的小白花 又谈婆花出现 纸巾山上美人来 当然美人在推贝图里面 有讲到美人自息来 这个就是类似一个美金 当年说了 希望台湾叫美人自息来 就红巾山上美人来 也有提示到这样的一个内涵 当然这里面 事实上有讲到了 一种很特别的情形 这个是有讲到比较近期的 近期这边的事情 那所谓的地灵人节产心贵 英雄拔尽石中矛 血流瓢干万人豪 头生脚眼生光树民不用慌 国运兴隆十日到四时下重太平良 这里讲到比较不错的一个 一个灾难过后的一种情形 他其实预言在用这个整短的一个这样的预言中 来把百年的这些人类的一些截难也好 还有一个对未来的期望都放在其中 这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用了很多这种文言人 这个适应的方式来启示大家 那我们讲到这边 比较重要跟这次现在武汉会员的大瘟疫有关系的 就是这里有句话 一气杀人千千万大洋残暴过财狼 清济洞山意一线铁南当 人鸿蒙湖南回避有福之人住山庄 这里一气杀人千千万 什么样东西像空气一样能杀人千千万 当然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武汉会员 这个四季大瘟疫 这个像这样的空气中的病毒的传染 事实上目前我们今天在2020年2月20号的今天 来跟各位讲这件事情也是很特别 那武汉会员这个不管它是人为的或是自然产生的 事实上这是人类在陈住坏灭的这个末晚末节的最后的劫难 这个在我们维神跟各位介绍过了这个创世主来的这个过程 一眼中东西方都在等着圣人出事呢 同时呢 这圣人承担了人类罪在2012月21日的世界末之前呢 也改变了这个第七个封印 事实上在更早期的话 1999年7月呢 本来这个在诺查达玛斯化国医院家一眼到500年前 化国医院家就看到了东旺有圣人出来 承担了人类非常庞大的罪业 那时候是共产党也在人类的空间 这个以幸福为名呢 去操控了人类的相当大的地方 那这个所谓的有圣人出来的时候 同时其实也是末尔末节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说的 世纪大瘟疫 2003年的萨斯来讲 其实是警告大家 在这一次呢 2020年 2019年 年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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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这个 这个说的 武汉肺炎 这种新冠状病毒的 这个严重的病毒 这个瘟疫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大审判了 这个圣经启示录讲的 大审判的开始 七个风雨呢 代表了这个有将会来讲 把各国的挣钱 整个征服了 征服世界各国的挣钱了 这个是神有益的安排 我们一般来讲 讲 文艺呢 文艺呢 文神 为什么加一个神字呢 实际上是有使命的 所以我们来讲到病毒呢 我们常常看到这些 我们很多的这些节目呢 都在谈到这个 沙士啦 谈到这个新冠状病毒 肺炎这个 不管它的称为怎么样 大家是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在内 分析 在查找这个肺炎的特性 在那边猜想 事实上当大家谈到这个 这个病毒非常狡猾 非常厉害 这是我们心里 心里有一个数 事实上这样的生命体 它是有灵性的 但是神在操控的 他在做一些 一些事情 清理 清理这个空间场就对了 事实上 我们在前面的刘伯恩的十倍议演里面 百雷十倍议演有讲到呢 这个有讲到说 这个两岸之间要能够统一 什么事情要先做 恶人先灭尽 我想要两岸统一的时候 恶人要先灭尽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其实这么多的高人在议演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把它连贯起来 都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都有相关相关 事实上这一次的整个 世纪大瘟疫在中国爆发 武汉起名字 就是辛亥革命 这个191年的辛亥革命 这边来做什么 做一个同时 做一个化言 所以我们前面有跟各位讲到 英国演员家 珀克阿弥顿先生 珀克先生 他其实早在2019年 9月18号就有演员过 中国将会发生革命 当然这个就是前人民 跟这个所谓的军队都会起来 反抗 起来革命就对了 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中 那各位要稍微注意看一下 事实上人类在有一个重生的动作 这个整个会把恶人献整个媚静 所以都有提示大家 不要跟共产党走太近 你要赶快 外面像一般 有一些朋友在介绍了三退 不管这怎么样 赶快 你若是有参与共产党 你赶快三退 事实上重点是什么 重点你要知道 不要再加入共产党的阵营就对了 赶快脱离 赶快脱离 因为神在末末节的最后 最后的最后 一些对世人的考验 对修炼的考验 已经到末期的时候 事实上最后要消费的 就是共产党 这个共产邪党 中帝神将会把它消费掉 所以千万不要变成他的同路人 那会顺便被解体掉 那在这个所谓的一气杀人 千千万这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 大家很不经意的这个东西 竟然他的杀伤力这么强 当然这个是神在其中 硬做的 你要讲这个病毒多么聪明 其实让皇不胜皇 不要讲说他随时会变异 甚至他的潜伏期 甚至他根本 根本不会让你发现到 他就在传染别人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然这里边当然也有 还有讲到那个 什么方法寺变汪洋 高楼阁变泥缸 这有大的所谓的洪灾 跟地震 都出现了 父母死 蓝埋葬 爹娘死 儿孙扛 万物同昭节 从以亿昭殃 这个就是 不只是这个瘟疫出来 其实上还有其他的灾难一起出现 这个是讲到末末末节的最后最后最后 所以有圣人出来 希望在等着 在等着他们 等着主的归来 弥赛亚的归来 基督就是主的归来 其实在谈一件事 要同一件事 那么在东方 释迦牟尼遗言中的 弥勒圣人出世 推背图中讲的 中国经有圣人 还有珍妮 美国基督徒的遗言家 先知珍妮也遗言到 东方将出现一个伟人 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甚至那个凯西 睡着的遗言家 凯西先生 也遗言到 这个所谓的 救世主将会现身 人类将会直接见到了 所以很多的先知遗言 其实都讲到现在 表演苏联 苏联18起年 这个所谓的 布拉瓦斯基夫人 布拉瓦斯基夫人 其实他也遗言到 这个弥勒将出生在 1950年的亚洲 这些所谓的先知先觉 这些都是有宿命通的前辈 他们则是为人类留下一个警醒的 一个key point 一个重点 让大家能够稍微 在末华末节的最后 能够把轮廓前面的打开 可以知道说 我到底是谁 所谓的我们在宗教界里面 在问的学校也是在哲学领域里面 都在问这个事情 到底我是谁为何来 要去哪里 当然这个疑问你有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是属于佛性 佛性 佛性一栋 其实他会震撼 震撼死亡 死亡世界的 因为即便有很多的 很多的嫌疾在里面 今天在面对大劫难的面前 其实在前面的 这个陕西太白山的刘伯文的旧节悲文 有讲到 行战之人可以见到这个整个贼难的过程 做之人不得见 所以坏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就被清理掉了 那这个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意言中 其实后面非常会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就跟陕西太白山 这个刘伯文旧节悲文一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key point 上面的key point 前面的太白山 陕西太白山的这个旧节悲文 最重要的是提到三个字 各位记得吗 三个字真善 那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南京 这个所谓的伯文的精灵塔碑 最后的最后精进的 救命的一个key point 就在这边 能宏木兔方为寿 择吉勤生乐且康 有人适而其中 亦亦富贵荣华百事昌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要跟各位提到的 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陕西太白山 刘伯文旧节悲文的重点 真善文三个字的源头 这三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创世圣人的一个出世 这个创世圣人就希望等着弥赛亚 弥赛亚东方叫弥勒 赛世圣人也有意愿到他的出现 然后在耶稣 他也告诫他们的弟子将有基督要来 弥赛亚要来 弥赛亚跟弥勒又是同一个人 其实上就是一样就是救世主 那回教中要讲尔撒生人 可以讲到这件事 事实上东西方都在等同一个 同一个救世主 弥赛亚的来临 那释迦牟尼当然以弥勒为名 所以我们的第一章 我们曾经做刘伯文一百年前的 一言如雷冠了 讲到这个山西 刘伯文的一个悲文 1915年 这个刘伯文的悲文 特别讲到 弥勒佛后悉到南云后体 世界中天中国金之墓 十年洁净荣华会 虎处之年到中天以墓子兴 这里讲到了虎处之年到中天 就是各位现在看到 人虹目兔荒为兽 你今天能遇到这个兔子 目兔之人 目兔在1951年 1951年 就是也是这个所谓的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刘伯文的百年一言十碑 有讲到的 这个所谓的虎处之年到中天 以墓子兴 那个兴礼 然后龙虎目兔荒为兽 这个就是讲到圣人出生的一个时间 那法国医院家 诺查达玛斯看到了 1999年7月宇宙发生一件大事 恐怖天王 有天而落 这个是恐怖的宇宙的劫难 这些罪业压到这个地球来 没有人承受的话地球就炸毁掉了 所以这个创世主这个木兔之人 这个就整个承受住了绝大部分的这些宇宙带来的业历 我们前面有跟各位介绍到洛查达玛斯 跟这个创世主就是主 属兔的就是主 而且就是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万王之王 所以在这个2001年左右 在黑龙江 中国东北黑龙江 那一个农场里面有一只鹅 生了一个蛋 竟然出现了五个字 神已来到 王 这个就是万王之王的四线 就讲到万王之王将现身了 都现身了 已经现身了 那就是木兔之人 就是这个救世主的生肖 这是只有东方人才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讲希望的复活节 怎么会用英文字East East 不是东方人吗 东方属兔的 所以他们要纪念这个复活节 要用兔子 还有一个蛋 但是兔子跟蛋的启示 我们都跟各位解开来了 事上解一言非常直接 天机到 自然就解开 那我们也是后知后解 我们不是多少的先时间解 天机走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的真相 来跟各位来解天机 所以这边讲人红木兔范围说 各位遇到这个创世主 就是主 这个弥赛亚 弥勒 这个基督 各位 生命延长下去了 这则集情深乐且康 有人是得其忠义 富贵荣华百事仓 这个超过各位想象的 不只是百事仓 你以做了生命的永远永远的生命 得到一个保障 所以跟前面的陕西太白山的 刘伯文旧节碑文 讲到这个所谓的三个字 我们讲到的真善人 这三个字 这个是讲到这个所 1992年 1992年5月13日 在中国大陆打开来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心性修炼的一个功法 所以一直告诉大家 围城一路走过来 就是来告诉大家 这个创世主以来的事情 利用这个一眼的天机 在解天机 为各位找到创世主 也找到各位的来历 也为各位解开宇宙 时空人体的一些奥秘 那所以你当然 如果你能找到木兔 其实各位今天 有人的身体 能遇到这圣人出世 来传这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 不得了 各位知道 1992年5月13号 这个全世界有一些活动 在庆祝这个圣人出来 传法出来 叫做老水环草 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1999年7月 这个很大的宇宙间大事情 就是这个救世主 这个木兔之人 为大家承担了 习习多多的罪业 以便于大家 这次有人的身体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 华国语言家 500年前看到这件事情 就把 酷佛节的天机 这样的启示 留给西方人 欧洲这边的朋友 好好把他流传下来 那其实后面一个 这样的百年一眼 南京的这个首尼金陵塔碑 刘伯恩的金陵塔碑 特别讲到潜水驴鱼 终有难 百早玩法 一梦消 讲到这样的一句话 事实上 还是直接讲 没关系 其实 这个潜水驴鱼 就是讲到台湾 台湾的形状 也像一条驴鱼 也事实上 这是一个昆鱼 当然这个宝岛 它的称呼 有好几种 但是百潜水驴鱼 终有难 就是讲到台湾 百在 环法一梦消 这个 现在目前是民国 民国 一百 这个 零八年 一百零九年 现在已经是 二零二零年 这是 一零九 一零九 中华民国 一零九年 这个 也是百年 百年的环法一梦 一梦消 这里当然 中国大陆这边 也会发生了 所谓的中国的革命 革命完了以后 其实二人灭尽以后 世上 这个创制圣 会进入一个法政人间 开始在整个归正人类的空间 在这里面 当然很多的天机都在打开 然后就整个生命 就会进入另一件事情的状况 其实 人类的挣钱 在全世界的这些挣钱 不管过去用什么样的系统在维持 事实上面到最后人类的最后的最后末节的时候 事实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旧的宇宙 就是会成熟发明宇宙将会解体掉 那现在目前 在这个学党在被清理完了以后 这共产党在整个自动解体了以后 在解体以后 人类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代 然后在人类的完整的世代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 全世界是和平相处的 然后万教归宗万法归宜 天下为共 世界大同 整个展现开来了 那就是人类的最大的一件大事 那这个所谓的潜水离遗中有难百战 还华一梦孝 事实上也可能在最后 最后的时候 事实上在台湾里面 目前全世界防疫 最好的地方 在最后最后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灾难出现 其实也是最后人类 在最后最后的末末节的时候 在整个旧的宇宙 在崩溃前的一些灾难 一样会现身 但是人们 其实门人都已经这样 得到了非常好的祝福 因为遇到了木兔之人 整个身心的变化也非常了不起的变化起来了 也知道生命由来 找到了创世主了 找到宇宙根本大法 所以东西 希望人类到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焦点也会看到这个台湾 那台湾的朋友这个时候的潜水里里面 这些生命中有难 百载环华一梦孝 可能就在这样的最后的成就里面 最后整个结束了旧的宇宙 旧的宇宙的这个日子 而且进入新的宇宙 那这个进入新的宇宙 就是其实新天新地新人 这个创世主已经把这个宇宙重新建构好了 那就是我们会在后面 下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 以神同行的系列会跟归介绍一篇 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时辰已到混沌开 重开公园 重轰神 这时辰已到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开公园 重轰神 事实上我们遇到这些末末 末节的最后最后事实上 目前就是在进入一个过渡时期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就在眼前的很大的截难的 末末节的这些大截难里面 清除一些恶人以后 把一些邪恶的物质清理完以后 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法证人间的时代 所以人心归正 众德行善 万物更新 就是万物归新的时候 事实上各位就会知道 为什么重开 重开公园重轰神 就像类似江子牙的轰神榜一样 所有生命重新得到一个定位 所以这个百年 这个所谓的百年繁华一梦宵 这个梦醒来 我们的梦醒系列 梦醒系列 万年梦醒师也在提示这样的概念 我们做梦了 其实以神来看 人间人类 事实上在迷宗就像在做梦一样 梦醒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会恍然大悟 百载繁华一梦宵 这个其实会另有新的天地出来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很多事情有两面 有正面反面 在思考事情 看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看到成人空间 看到神的安排 各位就不会惊慌了 记得我们前面 陕西太白山的 这个所谓的刘伯旧节别闻 告诉大家要记住三个字 真善人 那事实上也可以讲是九个字 就是这个1995年 这个木兔之人 就是这个圣人 他所传出来的 他在老水环草的时候 传出来的公法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法轮道阿好 真善人好 各位记住这九字真言 可以让大家避过 避开这些瘟疫 还有各种灾难 把你在生活中的一些困惑 因为你连这支九字真言 也能够得到非常强大的护持 保护跟福报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南京金灵塔碑文 六波诺金灵塔碑文 其实重点就是这个 最后我们跟各位讲的 人宏木兔方为寿 则集全身热且康 这个木兔之人就是创世主 就是弥赛亚 弥勒圣人 东方圣人 意识的东方圣人 而杀圣人 所以各位我们已经各位介绍了 他是在木兔年出生 1951年木兔年出生的一个旧式的圣人 这个就是在1992年 老水环草的时候传出他的宇宙根本大法 以气功为名义的一个功法 就是真善人为名的功法 各位想想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这个九字真言就是创世的圣人所收集给大家的保命的真言 就是法轮道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各位可以看看我们前面呢 这个武汉会员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议员里面的一些YouTube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这个节目 在YouTube上的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官网 各位把它订阅下来 转化给好朋友呢 这是功德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里就是在解天机 为大家解开生命的回归之路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所谓的南京呢 这个流魂的金宁塔碑呢 先介绍到这里哦 非常谢谢各位哦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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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